台南教区宗座署里林吉南主教,在前往驻教廷大使馆吴炳二渔特展开幕礼的同时,3月15号在教宗周三公开接见中,蒙教宗方济各接见。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林主教除了带去国人对教宗就职十周年的祝贺外,也表达了全台信友对教宗的忠诚,并为教宗祈祷。 庆祝教宗方济各就职十周年,驻教廷大使馆吴炳二渔特展3月14日举办开幕式,教廷文化教育部长梅东萨,促进整体人类发展部秘书长斯美黎修修女,教廷新闻传播秘书长鲁伊斯,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及宗座档案馆总馆长扎尼总主教,跨宗教对话部副秘书长, 鲍林神父,台南教区宗座署里林吉南主教党都出席此一圣会。 驻教廷大使馆特别以圣经知名故事,吴炳二渔为主题的特展,特别邀请台南知名艺术家曾英栋策展, 为彰显教宗怜悯,服务,分享与战胜冷漠,建构和平的精神,经过一年多的构思,接洽与筹备,终于促成了吴炳二渔艺术作品,前往梵蒂冈宗座。 驻教廷大使李世民至此表示,教宗就职十周年象征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吴炳二渔作为本次特展主题,不仅包含五乘以二等于十的数字寓意, 更重要的是圣经著名吴炳二渔,完美诠释怜悯,分享与慈爱, 与台湾的风俗民情中,越是乐于分享,越能有余的文化传统不谋而合。 李世民表示, 我们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经常思考的是如何运用各种方式来促进台湾跟教廷的关系。 因为今年是教宗就职十周年, 曾老师他一系列画作, 特别是吴炳二渔所代表分享的意义, 刚好跟教宗他最近几年非常强调的众位弟兄, 也就是连炳分享的这个概念有结合。 我希望借这一次的展览把我们台湾艺术、文化所代表的意涵, 让全世界知道。 教廷文化教育部长梅东萨书记主教致辞时盛赞无饼二渔特展的巧思。 他表示, 为表达教廷感激之情, 他要反过来描述十这个数字。 中华民国国庆是所谓的双十日, 因为国家诞生日是十月十号, 因此他对于数字十能成为台湾团结的友谊象征, 感到很高兴。 梅东萨补充, 另一巧合是三月十日时, 梅东萨宗作图书馆珍藏即明清工题藏书特展, 在台北故宫举办开展晚会, 开启台湾间又一个美丽的友谊合作。 来自祝福的日本人, 这位祝福的祝福, 来自祝福的祝福, 前后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我们下期不及时, sont离公司 мол成为家庭一位祝福, 明清的祝福, 谢谢耶! 祝福的祝福十日时, 对面祝福的祝福的祝福感激 Bag編, 带着甘乐阿舍美术馆馆长曾若璇 副馆长邱信华 以及艺术总监曾若竹等专业团队 提前抵达罗马部展 并参加开幕活动 曾若璇亲自向贵宾解说创作理念 教宗是天主首席的代言人 他是生命的舞蹈者 艺术家是美的代言人 是生活的见证者 我来自台湾是艺术工作者 我从小就是天主眷顾的孩子 在2012年有个非常凑巧的机缘 带领我走入了爱的能量这样子的创作主题 所以我希望借由艺术的创作 能够把五丙二语和五湖灵门 这种能量分享的概念做一个结合 让我的作品能够把最美 最善最真的东西传达给世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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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